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下午的時候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宣布 說因應英國出現了變種的武肺病毒 於是就公佈了一項新的措施 就是從今天午夜開始 禁止所有來自英國的在客航班飛來香港 這個措施當然就是引來市民的廣泛迴響 大家都記得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很多市民包括罷工的醫護人員 都不斷來去催促特區政府 說要在綠路口案實施全面封關 只不過當時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什麼 他就說要按照世衛的指引來做事 就不能夠實施一些歧視性的封關措施 他當時這樣說 所以就算封了羅湖洛馬州也好 但是怎麼都要留在深圳灣 保持正常通關 總之就封到吳湯吳水 一直都是為人救病 原來現在封英國來港的航班 是可以這麼果斷、這麼神速的 那究竟是反映了什麼呢 林鄭月娥老實說 作為一個行政長官要擦上面鞋 無可口非 你喜歡表忠也好、擦鞋也好 這些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基本功夫、保障民生的事 你也要做足才行 今年年頭的時候 說到封的綠路口岸 好像百般艱難 原來現在封英國關 就可以這麼快 最好笑的就是 在年頭反對封關的人 現在一隻、二隻 就走出來支持封關 當歧視這群人說什麼 就說封大陸關是歧視性措施 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 為什麼現在不把這些原因捧出來說呢 當不記得算數了 這些就是犯駁 而且這次封英國來港的航班 那個魔鬼就在細節 陳肇始局長今天怎麼說呢 他就說 由午夜開始 過去十四天之內 曾經停留過英國兩個小時或以上的人 包括香港居民 都要被禁止登機前往香港 直至另行通知 午夜開始 就不會再有英國的客運航班來香港 他就說這些話 大家留意 他是說包括香港的居民 香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 不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嗎 有記者問他 這次涉及到 在英國的香港人都不能回來 這個政策會不會太苛刻 或者有沒有違反到基本法的出入境自由的條文 這個陳肇始局長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 在599H的法例下 所有決定都曾經跟律戰師商討過 他認為這是穩妥的做法 這些就叫做 官字兩個口 爭論都無謂 根本就是特區政府說了算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人就說 這些是可以拿去司法覆核的 不要迷信司法制度 我心想 你有那麼多的資源和時間去做些無謂的事 你就自己做到夠了 你看看今天終審法院怎樣判決 禁蒙面法的案件 說特區政府是勝訴的 是核顯的 你就知道做這些東西是浪費什麼的 好了 說回這個特區政府的安排 現在可以說是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因為 禁止香港人從某一個出法地入境 這個就屬於首次 就算說以往怎樣嚴格都好 你拿著那張 武肺病毒的檢測指壞陰性 都仍然有機會回香港 現在就不是了 過去十四天裏面曾經有兩個小時逗留過英國的人 都說不准回香港 當然他沒有說劃死你一定不准的 你硬要回香港 你還可以去另一個國家蹲蹲14天 再回香港 其實無非就是要造就一些麻煩出來的 而且他說這個措施就直至令行通知 令行到什麼時候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給人一個感覺就是 總之就是要為香港和英國之間的往來 造成一些阻滯 當然你說現在是不是完全停飛 據我所知 現在來港 前往英國的航班 至少英航和維珍都還沒有取消 反而國泰剛剛就宣佈了 從今天開始 至到1月10號 所有往來英國的航班都會取消 當然如果大家有一個很急切的需要 或者是一個很熱切的決心 肯定就是要在這段時間去英國 其實都沒有說不行 因為這個世界 除了直航之外 還有轉機的航班 而且英航方面 我還沒看到消息說停飛 事實上之前 英航已經被特區政府說停飛來香港的航班 所以那些航機來到香港的時候就是空機來的 但是 前往出發往英國的航班 都沒有停過 到底這次會不會停呢 暫時就未知 希望就不會 是不是 但是別人的空機來其實都是賺大錢的 因為主要不是靠客運 而是靠貨運 貨運所得的利潤 更加厲害 當然 航班就禁不盡 如果你說要全面禁所有的航班 暫時在目前這一刻來說 我看不到有這個機會 因為大陸還要靠香港來賺錢 而且大家看到剛剛特朗普才簽署了外國公司文責法 在接下來這一段時間裏 分分鐘有很多中國概念股 就要從美國的交易所退市 退市 他一定是找香港交易所來做首選 他不會一下子就說考慮深圳或者上海 香港仍然還有一個剩餘價值給大陸來賺錢的時候 我就真的看不到在短期之內 特區政府會決定鎖港 或者是封鎖機場 老實說我認為這些就是 叫做販賣恐懼 當然你說 兩年之後三年之後會有什麼情況 我不是阿拉丁 我也猜不到 但是在短期來說 出現這種情況的機會 就真的不大 當然如果是那些很有迫切性 很有急需要離開香港的 前往英國的人 他無論千山萬水 他都會找到一個路徑 只是說土耳其轉機去英國 都大把航班 問題就是 如果是一般BNO的人士 是沒有什麼迫切性的 我就真的覺得 適宜在香港申請 5加1簽證好一點 如果本身都打算去那些人 不爭就等多一頭半個月 因為1月31日 就已經是開放申請這個5加1簽證 這段時間在香港 就先做一些預備功夫 比如說去找那些指定的診所 進行廢結核的檢查 就是照廢 在香港又便宜一點 如果去到英國 又貴一大決 就先做一些有需要的事情 好過現在你說去英國 老實說人家就差不多放聖誕假了 你那些就業職位 又真是 好渴視 好難爭 當然 網上哪有很多勵志的故事 但是 那些勵志的人才會給個故事看 是不是 不勵志的人收買 等同於中馬一樣中波一樣 那些人會貼票出來 贏才中輸 輸又不貼 所以大家要考慮清楚 尤其是 過多幾天又脫勾 硬脫勾 似乎達不到這個協議 到底脫勾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 現在就不知道 但是 歐洲就已經是報復性的封關了 你看法國 說要禁止 客貨運48個小時 貨運也禁止了 所以現在英國的報紙就登出來了 說可能在這兩天 對於新鮮食物的供應 都可能會有問題 可能啦 不知道 如果你不是報買的就沒事了 所以大家就 不如先看清楚 反正不是有迫切性的 有迫切性的另作別論 是不是 如果是沒有迫切性的 我想就是看清楚一點 再加上現在又說 英國的病毒變狀 那究竟是變得更強 還是純粹感染性強了 但是病毒本身是弱了 都沒有數據的 未知 那無謂去試啦 是不是 你說傷風感冒也不好 又發燒 即是無謂的 因為英國的安排是怎樣呢 其實中了招的人 就多數安排在家休息 除非你說真是 不入院不行啦 又氣速 那你才去醫院 他就再檢查一下你到底有沒有需要入院 也不是必然安排你入院的 他認為沒有需要也是叫你回家休息 那你如果說 一個人去 那當然沒問題啦 一個人去你自己租屋住 如果說一家人去的 那就變了是 好吵架啦 你一家人去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不幸 就比說出事就算啦 你一家幾口 其他住在一起的 你很吵架 很麻煩 是不是呀 那不如 乾脆留在香港 等一等先 何況英國都說 已經開始打疫苗的時候 再觀察一下 到底他打完疫苗之後 究竟那個情況有沒有改善 如果有的時候就適合了 因為1月31日申請五年簽證 到批你的時候 可能剛剛好人家都已經緩和了 疫情 到時再去就不遲 而且就不要隔山買牛了 真是像博淑華 有些人在網上給我看到很多 香港人有些是專騙香港人的 不要以為看到 那些代理呀 或者是做那些 A準是香港人就親切一點 說廣東話 這些叫什麼呢 不熟不食 看真點先 都差不多硬脫歐 其實資產價格 大家估到 是會下調 不需要那麼急 買樓字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